通过安全门 蓝衣男子身上明显还有东西 东套西套 口袋很深 但是腰包就是没拿下来 被罚警要求全部拿出来 下一秒 解开裤子皮带 突然用力扯下自己的裤子 直接在法院门口猛力一脱 双腿光溜溜 要罚警检查 罚警也不吃这一套 用探测器扫了地上的裤子 要它配合完成安检 上法院敢开庭 却不配合安检 失控脱库 离谱行径 民众直呼太夸张 太过度了 有点夸张了 人家可能看到一些器官 人家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产生 10月2日上午10点多 宜兰地方法院内一名检性男子 因返还房屋案件遭控告出庭 当天他攜带众多行李 还随身佩戴一个霹雳腰包 罚警要求男子解下腰包 他却不爽安检太仔细 嘴里抱怨声不断 而后进暴气脱下裤子 让罚警检查 让罚警相当无奈 拒绝就是安检的话 为了保护这个司法人员 还有在庭的其他当事人的安全 这个法院是可以拒绝他进入的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